我的姊妹濤之前 有交過一個男朋友 那個男朋友他是他家的獨子 就這一個男生 跟他交往前兩年 男生就是說他是 因為他家裡只有他一個小孩 所以他希望他嫁進去之後 不會有婆媳問題 希望兩家人都能夠很融洽 包括這個女生 要跟他的家人相處得很好 然後兩個人感情真的夠穩定 然後相處都OK的話 他們才會結婚 所以就這樣拖了兩三年 然後當然這個女生就會 很努力的去討好她的未來的公婆 然後也很融入 他們家做個好媳婦什麼這樣 但是這個男生 都一直不答應他要結婚 就一直說好啊 會看看 會看看這樣 然後後來這個女生 在德國找到了一份工作 所以這個女生 就跟這個男生約出來說 接下來他可能要去德國工作 大概一年有四次的來回機票 然後他可以回來這樣子 然後這個男生 就彷彿中了樂透一般的人 就說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你不會是我的真命天女 他說因為呢 只要事業有成 有工作心的 就絕對不是個好老婆 也不會是好妻子跟好媳婦 因為你事業心太重 他說你這個 鏡頭跟我的前女友一模一樣 我的前女友也是跟我交往一下 就說要去美國出差 以下又要去哪裡哪裡 就像老師講的 提著行李箱就走了 他說你們這種女生 絕對不會是干預家庭的 所以你就不是我要找的人 既然你要出國的話 那我們現在就撤了 所以這女生就覺得很冤枉 從德國回來 記得幫我帶一份德國主角 你要拿主角打自己是不是 所以這女生就覺得很冤枉 我等你等了這麼久 你最後給我這一句 而且這個男的是有一點那種 在抓犯罪心理的 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我先預設說這個女生 可能就是一個怎麼樣怎麼樣的人 你真的對號入座的時候 他就Bingo 你就不是我要的那種人 所以這種感覺是很差的